尊敬的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很高兴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无量寿经》的时刻。 我们今天是第四集,上一次第三集我们还没有一起探讨完,我们从第三集《贤供尊修,谱贤大师之德》来探讨起。 首先,礼敬诸佛。 这个谱贤十月是整个修学的总纲领。 所有的修学都不会离开这十个纲领。 那我们复习一下,老人家讲到礼敬诸佛。 这个礼敬也要懂得观察现在的礼俗。 佛法在世间,不坏世间法。 所以,现在最恭敬的是三鞠躬。 那我们也要现代化,本土化。 这样才能跟世间融在一起,所谓和光同城。 不然,假如我们执着,可能在跟人相处造成别人不理解,甚至于是压力。 所以,学佛最重要的是不执着,不能产生执着点。 就像我们上次提到的,我们觉得传统文化就是90度鞠躬。 就是给父母洗脚,变成很自私化,然后又不能体恤别人的感受、接受度。 硬要这么做,那这样人家就会觉得我们学佛,学传统文化的人好像特别执着,特别着想。 所以,这个礼静首先要体现在,替人着想。 能感受到别人的心,感受到别人的接受度。 而礼静首先也是礼静自己的性得。 自爱,然后才能爱人呢。 这怎么自爱呢? 不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随顺自己的性得。 你看,补贤十愿就是性得。 他能横顺众生。 他不会去控制,占有众生。 所以他能够横顺。 所以我们在人与人相处,很难放下控制的念头。 占有的念头。 对立的念头。 其实,我们起了这样的念头啊,不自爱了。 我们生烦恼了。 这种控制要求啊,也是贪。 诸苦皆从贪欲起。 贪不到了,就生烦恼了。 尤其我们是在家人。 尤其大家是在家人。 最练功夫的,可能就在夫妻的相处。 在小孩的教育。 甚至于我们在依奉自己的父母啊,有时候这个控制要求啊,也很容易就起来了。 所以随顺性德啊,才是自爱。 我们不用烦恼去对待别人。 这个才是真正礼敬他人。 菩萨所在之处啊,让一切众生生欢喜心。 我们不能马上弃入啊,但是我们要以这个为目标。 有任何人因我的错误,态度啊,而生烦恼。 那我们都应该啊,惭愧,反省啊。 因为我们对人不够理尽啊。 当然假如你做的都对,对方还跟你对立啊。 那这个是宵夜障。 人不智而不孕,不亦君子乎问。 所以佛法是事事是好事啊。 你一心未功,还为人清贱呢? 那是因为我们先是有造业,先是罪业,因剁恶道。 所以这个人帮我们削了很重的业。 已经世人亲见顾,先是罪业,即为消灭。 当得阿那多罗三秒三菩提。 所以这个反思啊,也要就事论事。 是不是真的因为我的错误,造成别人的烦恼? 其实大部分属于这个。 有时候我们真的一心未功,有可能会得罪人。 那这个时候也不要挂爱。 更不能因为别人的态度,我们产生烦恼,甚至跟对方有对立。 那这样我们就被转了。 因为人跟人的关系啊,不是利害关系。 他先对我好,我才对他好。 这利害关系。 是道义的关系。 他对我不好,我应该怎么对他? 我还是怎么对他? 这个才是义啊,应该的。 所以为什么说负? 不负,但止,不可以不止。 大家可能一听就觉得,哎呀,这样怎么公平呢? 其实啊,负已经不负了,那我们不能感情用事啊,意气用事啊。 所以在人伦关系当中啊,别人对不对啊,不是最重要的。 我们自己要先做对。 因为我们懂道理了。 懂了道理,再不依教奉行啊,那我们就把自己这么大的福报给浪费掉了,折损掉了。 这种傻事我们不干。 福债受见。 我们能接受佛菩萨圣贤人的教诲,接受他们的教导、劝谏。 那我们厚福无穷。 所以了凡先生就是接受了云古禅师的教导。 他不是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他几百年来的子孙的命运都改变了。 所以这个福债受见的,真实不虚啊。 那现在,释迦如来,用无量寿经来教导我们,来劝勉我们。 我们能够啊,学一句,受此一句,那可能没有比这个福更大的了。 因为我们真的肯做了,这一生就去做佛了。 因为极乐世界,普贤菩萨的法界。 我们从此刻开始,就贤共尊修,普贤大势之德。 不难的。 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而且我们还得到师长老人家这么仔细的开解。 你看,礼敬诸佛,对人,对事,对物,都要礼敬。 小孩从小形成这样的态度,这个孩子福报不得了。 他随时对人,对事,对物,对一滴水,对一粥一饭,都是礼敬。 这个孩子考几分了,你也别管。 那都不重要。 他是有福报的人了,俄孙就只有俄孙福了。 我们当父母的最重要的,礼敬他,称赞他,把他的善根唤醒。 供养他,从小就把谱贤实验供养给他。 这个孩子从小就修谱贤醒了。 那这个铁定清出于来。 一定啊,以后的德行成就超过我们。 这个是礼敬,包含老人家还开解道啊。 整个宇宙是我们的心变现的,都是我们的自性变现的。 那当然都要礼敬了。 那这个是讲到更彻底的。 好,所以何其自性啊,能生万法。 整个宇宙啊,是自己的一念心变的。 所以其实呢,礼敬众生,就是礼敬自己的自性。 那第二呢,称赞如来啊,我们时时啊,能礼敬他人。 就很容易啊,看到别人的善根,别人的优点。 而且,地之规讲,道人善即是善,人之之欲失眠,带动很好的风气。 那俗话还说,好事不出门啊,坏事传千里啊。 这样的风气啊,不好。 从我们呢,开始转变起。 那和谐社会啊,从我心做起。 多赞叹别人可贵的地方。 当然,赞叹啊,也不能是太激动了。 我们最近一起学习论语啊。 这是世间法。 我们也要懂得,应对进退。 所以孔子有说啊,如有所欲者,其有所适宜。 孔子赞叹的人呢,他一定是确定这个人,值得赞叹。 不然孔子假如赞叹错人呢,这个人偏邪,到时候大家都去跟着他。 那不就误了大众了吗? 所以,越有影响力的人,言语就要更加的慎重。 那其实,我们的言语也会影响到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团体。 那尤其啊,现在这个时代啊,诱惑啊,不知道比一百年前多多少倍啊。 所以不能觉得我很喜欢这个人,我就给他赞叹的很高。 甚至于啊,古人说啊,盖棺论定了。 我们都有遇过,赞叹这个人。 过没两年了,出状况了。 甚至于我们都见过,写书啊,很畅销。 后来出轨了,哇,很多这个女众啊,在广场上啊,烧她的书啊,很气愤啊。 所以前不久好像,一位形象很好的演艺人员。 这里我们就不讲名字了。 这个也是影恶扬善啊。 你看他,这个情况啊,可能都会影响一些人的心念。 所以假如啊,你要赞叹一个公众人物啊,最好还是确定他比较好。 好,比方说演艺圈。 啊,我对谁比较清楚啊,我就会赞叹的。 哦,好。 啊,因为这些演艺圈的人员呢,他们比较低调啊,我虽然见过呢,他们也叫我别宣扬,我就到此为止。 哦,因为跟他们也有这个承诺啊,但是啊,你看这个演艺圈呢,最重要的,他孝不孝顺,他顾不顾家,都可以从这些地方啊,观察。 哦,哎,他所做的事啊,能不能带动啊,社会良善的风气。 哦,而且这些公众人物造的业啊,那业报现前很快。 所以因果在哪儿,就在眼前。 哦,比方说他带动的,是扭曲社会风气。 他都会短命哦。 大家自己去观察,我就讲到这里了。 哦,所以宇宙人生的真相在哪儿? 善于观察的人,当下就看清楚了。 哦,好。 好,那我们看这个善才童子啊,是我们的榜样。 哦,只有一个人是学生,其他的都是老师。 哦,所以他懂得欣赏,效法,每个人的优点。 那他也会懂得,称赞了。 哦,所以真的能够啊, 效法,善才懂得,那每一天呢,善根都会增长。 善才,财是福德啊。 好,每一天可以遇多少人呢? 可以经历多少事? 他都在学习。 那他一天呢,就能有不少提升了。 看我们肯不肯呢,这么去用心,这么去效法。 再来第三呢,广修供养。 这里面呢,点出来了,供养跟布施不一样。 普通人叫布施,因为他那个心呢,有分别。 那普贤不善呢,没有分别。 对佛供养,对众生也供养。 对好人供养,对恶人还是供养。 陈德是轻眼看到的,陷害老人家的人呢。 来找老人家呢,老人家对他的恭敬啊,没有丝毫减少。 啊,我们在旁边都看不下去了,印象深刻啊。 我想啊,老人家清楚啊,还是礼敬他。 有一天啊,这个人真正明白了,就把他的惭愧心,良心给唤醒了。 尤其啊,老人家在,其实我们想一想啊,面对骗你的人,你都恭敬他,不吃亏啊。 礼敬诸佛啊,这个才是德后啊,人如如地,一切平等。 我们看众生在大地的上面,给他大小便。 他没有生气啊,不止没有生气呢,还把他变成肥料啊。 啊,转成肥料啊,来滋顿其他的生命啊。 所以我们面对人家的欺骗五路,我们能完全包容啊。 我们能滋养谁啊? 首先呢,我们的小孩就学到了。 从来不跟人家计较啊。 那你的孩子过去生再有,冤亲再主啊,不会冲突了。 遇到了只是宵夜战而已了。 这个才是真正利于不败啊。 你们有没有见过哪一个人,他这一辈子没有一个冤亲再主了。 没有过去生恶缘的。 我好像也没遇过这样的人了。 那我们的孩子也是啊,能够让他对恶人也供养,也恭敬。 包容,怜悯。 两大、福大。 所以滋润到下一代了。 我们这种忍辱的功夫。 跟我们有缘的人看到了,都会增长他们的善根了。 那师长呢,他把他的心法,在菩利心灌注在整个生命中,给我们河盘拖出来了。 讲到广修共养。 师长说,人家问他呢,念阿弥陀佛。 那老人家回答了,念是精心的,心上真有佛。 师长说到了,我对一切众生的供养,跟对阿弥陀佛,决定没有两样的。 广修共养啊,不是把众生当作阿弥陀佛,众生本来就是阿弥陀佛。 这个普行行啊,见性不着相,见人家的本性啊,所以他有佛性。 他是阿弥陀佛啊,所以礼敬啊,所以称赞啊,所以供养啊。 所以我们听到老人家这样教导啊,我们洗服的人呢, 马上把这一段纳在心田里面了。 那从此刻开始呢,世界就变了。 每个人都是阿弥陀佛啊。 我们自己变了,对方也会感受到自己的变化。 人啊,受到人家真诚的礼敬供养。 人心都是肉作的,都会有触动啊,都会有感动的。 所以这个称赞如来,是这样讲的,只有赞叹,没有批评。 所以假如我们夫妻相处啊,只有赞叹,没有批评啊。 大家想一想,这个关系会不会改善不少。 所以普贤行就在当下。 不只夫妻关系会改善,五人关系啊,都会改善。 好,那这个广修供养。 师长这里有提到了,你在布施,你在供养。 欢欢喜喜供养,你得到的果报非常殊胜。 有点心不甘,情不愿啊,那这个果报呢,得的时候啊,也会比较辛苦。 确实都是啊,如是因,如是果。 而,这个我们呢,了解呢,一切都是啊,修因得果啊。 那这样不会去啊,强求什么。 深信因果的人,绝不要求,绝不强求。 比方说,我很希望别人理解我啊。 那要怎么办? 我们要总理解别人的阴满,自然得到别人理解的果满。 不然都向外求啊,就恶性循环。 最后还怨天尤人。 所以了凡事训讲, 一切福田呢,不离方寸的。 从心而觅,感无不通。 从自己啊,修因开始了。 若不反攻内省, 土向外持求。 求之有道啊,得之有命啊。 所以向外求呢, 着向,生烦恼, 反而都不到好的结果。 所以, 还是要用言配命啊, 自求我多福。 好,那这里呢, 师长有提到了, 这个广修供养啊。 假如是做法布施呢, 三种布施啊, 都在其中了。 财施、法施、 吴魏施。 那假如能供养这一部经呢, 那可以帮助人呢, 这一生脱离三界轮回, 咬身死, 成佛道。 那这样的供养啊, 就达到究竟圆满。 你不是帮他一死, 也不是帮他一试。 你解决了他, 生生世世的问题了。 那师长这里有提到了, 菩萨可以说啊, 自从发了菩提心。 菩提心是真正觉悟啊, 不再迷惑了。 从今而后啊, 念念为一切众生。 新兴为弘扬佛法。 在这个时代啊, 净土特别契机。 换句话说啊, 一切佛法当中, 弘扬净土啊, 能令众生得真实的利益。 得现前的利益。 其他法门不是没有利益。 这个利益啊, 不是现前的。 换句话说啊, 这一生未必能得到利益, 而是来生后世。 因为现在啊, 靠自己的力量啊, 要断见识烦恼, 几乎很困难。 所以黄念族老居士慈悲啊, 特别说, 我斗胆地说, 不管修任何一个法门, 只要不求生净土啊, 这一生要了多生死, 他老人家说是不可能。 当时看到这句话特别感动啊, 老人家是为了成就众生啊, 他很迁退啊, 还说他斗胆地说啊, 所以这些善知识, 他点出来了, 我们现在要这一生得利益, 了多生死, 解决轮回的问题啊, 那只能靠净土法门。 所以这里提到了, 你这一生不能了多生死, 来生后世, 你还是没有出三界啊, 那布施供养啊, 都变成福报了。 那佛门有三世愿了, 这一世修福啊, 第二世享福了。 我们冷静观察, 享福的人, 几个人不堕落啊。 佛门说有二十难呢, 其中有一条, 富贵修道难。 所以观察清楚了, 不求世间的福报了。 真的有福了, 给众生想, 自己别想, 想了会颠倒的。 我们看这个年轻人, 养尊主优, 从小就没吃过苦。 他就很难感受父母啊, 他人的恩德, 和享福。 把福花掉了, 很少, 不造业的。 不感恩的话呢, 心念里面都在造业啊。 所以, 这十八愿里面讲的, 所有善根, 新兴回向。 我们所作不求这一生的福报, 也不求来生了, 通通回向往生, 极乐世界。 那能这样修啊? 决定啊, 跟十八愿相应啊。 万修万人去, 我们要有这个信心。 好, 那这里呢, 师长老人家有提到了。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师长在 讲经的过程呢, 常常会有一些色问, 这些都是慈悲啊, 为我们问的。 比方说, 以我们眼前有限的福报, 有限的时间, 应该如何修福? 怎么来修供养? 其实这个供养的范围非常广大, 只要我们, 只是我们心量太小, 而非普遍形。 譬如你在家, 你是一个家庭主妇, 你每天早晨起来, 把你的家庭环境收拾得干干净净, 三餐饭煮得很好, 供养你的父母, 这是供养。 让你一家人吃得很舒服, 你是供养一家人。 那家庭主妇也是普贤菩萨, 炒菜的时候, 炒给佛吃, 礼敬祖佛, 广修供养。 看到家里人, 有什么善根, 有什么付出, 马上就称赞如来。 大家想象一下这种家庭气氛, 他们家就变普贤菩萨的道场了。 然后每一次家里有什么情况, 哎呀, 是我不对, 在忏悔业障。 都把货师往身上揽。 我想, 下一刻呢, 家里人, 没有, 没有, 是我们不对。 各乡者, 各智者, 天清地宁, 各乡者, 天翻地覆。 所以这里提到平等心对待一切, 不管是家人还是有缘的人。 老人家这里也提到, 当时候在居士领, 他们是平等供养。 其实这一段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的家庭团体, 在我们所处的地方, 真的有机会的时候, 也可以平等, 不分种族, 不分宗教, 我们来供养。 当时候我是曾经去餐学, 真的24小时供餐, 然后那个念佛啊, 24小时不中断。 你走进那个念佛堂了, 觉得那磁场非常好。 半夜, 这个晚上的时候, 印度人呢, 很多不同种族的人都来吃饭。 好, 第四, 忏悔业障。 这一段老人家也讲解的非常仔细, 也是提醒我们, 我们拜过灿了, 那业障消了没有? 这里点出来啊, 我们不能只有生在那里拜, 心没有拜。 这样啊, 就忏不了业障了。 所以首先, 要搞清楚啊, 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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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是正在造作的时候, 造作的结果啊, 叫业, 那事有善恶, 所以这个业也有善恶, 那造作的工具啊, 深口意。 那假如是造恶业呢, 那当然有障碍了。 首先第一个障碍, 良心不安啊, 再来这个恶业会结成恶果啊, 那我们也一定要受。 这里还开解到啊, 恶业是障碍, 善业也是障碍。 障碍什么? 障碍我们自性的亲近心。 所以了凡世讯有讲到三轮体空, 内不见己, 外不见人, 终不见所思之物。 不然我们行善都放在心上啊, 就会想人家称赞, 就会想人家回报, 心不清静了。 心静佛土静啊, 所以清静心比什么都重要啊。 假如我们还有求别人回报啊, 结果别人不满我们的愿呢, 我们就会埋怨别人了, 那个心念就开始造业了。 所以障碍自性亲近心, 障碍平等心, 障碍觉心。 那这样我们自性啊, 亲近平等觉就不能现前了。 所以要修敬业。 那这里呢, 师长也让我们可以自我勘验。 修学的道路上啊, 这一点很重要。 师父领境门, 修行靠个人。 就好像我们每一天, 四日已过, 命意水减, 如少水鱼, 师有何乐。 那我这一天有没有空过啊? 我这一天有没有提升啊? 学如溺水行舟, 不静则退。 尤其我们中年呢, 都感觉到一年好快啊。 2021年还有一点陌生啊, 才刚刚熟悉而已, 他就走了啊。 现在已经是2022年了。 那这一年过去的, 自己到底有没有进步啊? 不能稀里糊涂的。 这是不能拿我们 法生会命开玩笑啊。 不能拿我们无量节来, 稀有难逢的福报, 开玩笑啊。 所以师长这里说, 假如一忏悔, 我们这个业障真的消除了。 那消除的样子是什么? 心清静, 妄想少, 杂念少, 烦恼少了。 烦恼是贪嗔痴慢, 烦恼少了, 心清静了。 心里面呢, 豁然有智慧了。 遇到事情呢, 不容易烦恼, 容易想通了。 知道怎么去应对了。 这是业障忏处的现象。 从前对于什么, 含含糊糊糊都不清楚。 现在看东西呀, 听东西呢, 听得很清楚, 很明白。 这是业障, 忏处的现象。 这个我们要检查, 我们是不是慢慢的跟这个相应了。 那接着怎么忏呢? 从心地上下功夫。 那首先呢, 要知道自己的过失, 每天反省。 要反省, 要检讨, 今天有哪一些过失。 师长这里又问了, 我们凡夫真的业障太重。 重到什么程度呢? 怎么想都想不出啊, 我今天有什么过失。 这是业障太重的情况。 太重不怕, 我们只要肯依教奉行, 都能突破。 所以, 我们对自己习气不知道啊, 这也是修行的一个关卡。 那可以效法真子, 无日三省无身来反思。 尤其偶艺大师 讲的静色明, 这个四条啊, 就含色一切修学的重点。 其中是观心为要, 能关照自己的念头, 就容易啊, 察觉自己的过失在哪儿。 我们很可能呢, 每一天, 太急了, 心比较浮动。 一浮动啊, 就好像那个湖面呢, 起了波浪了, 旁边的树啊, 花呢, 照不清楚了, 心得静下来。 违学第一功夫啊, 要降得浮躁之气定。 把浮躁定下来, 那当然在哪里定下来? 讲话的时候, 提醒自己不要太快。 凡道志, 重且疏, 走路的时候, 不冲拢, 宽转弯, 勿处人。 其实我们一天呢, 常常会碰到东西, 或者, 这个要站起来呢, 撞到楼梯。 我这几天有干过, 这个都是不够安定浮躁的现象。 所以都要在啊, 比方说吃饭会咬到舌头, 这个都是比较躁, 才会出这个状况。 所以什么, 什么时候啊, 六成在给我们说吧, 我们每天发生的事情啊, 我们能够反思的话, 都会给我们很大的歧视。 这个是提到啊, 忏悔业障。 师父更具体的讲了, 一天呢, 能改一个过时, 改善三年呢, 不是圣人, 也是闲人。 大家读到这一段有没有, 很受鼓舞。 有没有耀耀欲试的感觉。 好, 不过我一看, 我一天改一个过时, 也不简单。 没关系, 我一个礼拜改一个过时, 一直很努力的来改。 比方说这个, 弟子归说, 字不静啊, 心先病啊。 所以, 随时, 要练功敬啊。 血字, 假如歪七扭八的, 这个心呢, 就随着血字的散乱了, 歪斜了, 就不正了。 所以, 我现在要改的就是, 字要写得好。 现在, 也在练书法。 每天练一下。 这个, 练书法对自己心定下来, 是很有帮助。 也很感谢, 刚好有人, 不嫌弃啊, 居然要给我药制。 我说, 现在给不了。 我现在好好练一练, 有机会再供养。 再来, 也要提醒自己啊, 若要佛不离口啊, 先须诸不离手。 早上一醒过来, 就把佛诸拿起来, 提醒自己, 不然须于被念佛之心呢, 刹那及结业之所。 然后提醒自己不能熬夜。 我发现呢, 我们 做领导的一熬夜呢, 底下的人会跟着熬夜。 所以这个, 罪过很大。 当领导的先早睡了, 底下的人都能够早睡。 所以突然觉得, 位置越高啊, 因果越重。 所以越至, 位置越高, 不依教不及了, 这个因果背得可重。 都要从这些做起, 也请大家监督我。 最近大家有同修一看, 这个好像, 陈德还在线上, 赶快, 该睡觉了。 很惭愧啊, 很惭愧啊, 还要大家催促, 这个要赶快把这些改过来。 所以这里啊, 师长还进一步提到了, 真修行啊, 在心地, 不在形式。 形式啊, 没有太大关系, 心地非常重要。 要改心, 把恶的心, 恶的念头改成善的, 再把善的念头改成清净的。 所以念佛人是修敬业, 不是修善业。 因为修善业, 还在三善道没出来。 所以心静, 则土静才能往生, 才能与西方极乐世界感应到脚。 我们要了解, 我们假如是习气做主啊, 心就不清净了。 所以夏连居老居是讲六度啊, 讲道精进, 说道以调伏习气为精进。 这个开解得太好了。 在蔡根坛有一句话, 也让我们印象深刻。 荣得性情上偏失。 我们可以消融自己性情上的零零角角。 不知道有没有人讲过自己, 你很有性格啊。 假如有的话, 那我们得要问问自己, 现在还有没有性格。 尤其假如是父母给我们讲, 赶快改啊。 因为一改啊, 父母感受最强。 哎呀, 我孩子学了佛之后, 大变活人了。 那父母对佛法就很有信心了。 父母离成垢, 直到方成就, 就可以很好介绍给父母了。 而且父母是最了解我们的。 所以他担心我们的地方, 赶快要把它改掉。 这个是真正把孝心提起来的。 我们这么大了, 还让父母超我们的心, 惭愧啊。 孝清尊师开发我们的性得。 所以荣得信心上偏失, 便是一大学问。 消得家庭内的嫌隙。 本来家里, 亲属之间有一些误会, 冲突, 透过你化解掉了。 这个才真学问的, 便是一大经论。 所以我们一定是调服习记, 才可以去化解家人之间的矛盾冲突。 所以这些话都可以勘验, 我们到底有没有真实的功夫, 不是在外向上, 我吃素十年了, 我学佛二十年了, 那个都是外向的形式而已。 放下, 才是我们真正的功夫所在。 接着, 讲到了, 普贤行主要是这四个纲领, 后面是附带的, 因为菩萨不但要自己成就, 希望帮助一切众生成就, 所以后面的愿, 接着是随喜功德, 去掉了基督心。 那我们容易用自己跟人家比, 就容易产生基督心了。 我们拿着家里人去跟人家比, 就会有控制要求, 甚至就比较苛刻了。 所以这个攀比星要不得。 我们还是要礼敬每个家人。 拿家里人去比来比去, 人家很不舒服的, 这个信心很受打击的。 我自己呢, 小时候贪玩呢, 成绩都是不怎么样。 我母亲从来没有把我拿去跟别人比。 假如我从小就比的话, 我这个自卑感会很重。 长得又瘦又矮, 成绩又不怎么样。 我到时候好像初中了, 身高还很矮。 然后还常常跟我妈妈说, 妈, 我不会像你一样矮吧。 我父亲比较高, 我母亲相对没有那么高。 现在想一想, 很罪过啊。 在那里跟母亲说的时候, 给母亲多大的压力。 但是我母亲从来不会拿我去跟别人攀比。 这个是刚好啊。 谈到这个基督心来, 我们联想到不要有攀比的心。 而且呢, 这个随喜功德啊, 我们真的有能力的尽心尽力去帮助它。 毫无保留啊, 去帮助。 这个毫无保留啊。 也是菩提道上的考题之一。 现在先跟大家泄题一下。 因为啊这个修行啊, 最重要的先把我放下。 你还有保留啊, 那还是有我啊, 在起作用了。 但是不是在叫大家壮烈牺牲啊, 不要又偏到另外一边去了。 而且师长说这个随喜功德啊, 都是应德啊。 甚至于这个功德会超过这个。 做善事的人。 因为他做了有人赞叹, 有人表扬。 这个就变成阳德了。 那我们都是应德。 好, 再来呢, 勤转法轮。 师长在这里有提到了。 因为只有佛法, 觉悟的法, 能帮助一个人, 现前这一生得到幸福快乐。 别人肚子饿啊, 你给他一餐饭, 他是一时解了他的痛苦。 但是假如这个人要幸福快乐, 诸位忍者, 你们有没有遇过哪个人幸福快乐, 然后他没有学正法? 我想没了。 这个世间, 他在大富大贵, 他都有他的烦恼痛苦。 除非他真正的明礼, 礼得心安。 所以只有法, 才能真正得到幸福快乐。 你说哪一个家庭没有正法, 然后他家庭没满, 我觉得也很难。 而且他还事业顺利都不容易了。 都要有法, 他才能达得到了。 甚至于是, 还有更殊胜的利益就是了生死出三界。 刚刚讲的那些只是这一世得到的利益。 但是问题是, 假如没有了生死出三界, 还是没有解决根本问题的。 那我们谈到这里了, 就想到, 普贤行愿品里面讲, 诸供养中, 法供养为罪。 对吗? 尤其《金刚经》里面好几世较量, 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 都比不上四巨祭。 三千大千世界七宝, 毕竟是有量的财物。 但是财物不能了生死。 可是四巨祭啊, 可能就帮助一个人了托生死做佛了。 所以这个是很难比的。 所以法供养为罪啊。 但是, 佛法无人说, 虽至莫能解。 所以一定要有人发心啊, 去请他。 所以这是请转法轮啊。 所以这里, 师长说了, 我们得到佛法的利益, 我们想报佛恩。 报佛恩怎么报法? 不是说供一点。 水果啊, 香花啊, 给佛菩萨磕头, 这样就报恩了吗? 师长说, 那佛菩萨不稀罕这些供养啊。 佛菩萨的愿心就是希望把他的教诲 能够广泛, 普遍传播给一切大众。 我们念到这里就想到无量寿经了。 佛陀把极乐世界义正庄严都告诉与会的 三万二千人。 但是后面交代什么? 父祖儒等做大所护啊。 为诸有情长夜利益啊。 莫令众生轮堕五去啊。 因为 诸佛菩萨同体大悲啊, 他们不忍众生堕落啊。 所以我们能帮助众生, 众生欢喜, 佛菩萨欢喜。 所以我们要报佛菩萨, 报师长的恩, 就是这里教导的。 把佛菩萨教诲啊, 普遍传播给一切大众。 使一切大众啊, 都能得到佛法。 都能明白佛法, 都能够依教修行。 这个是佛的心愿。 所以因此啊, 请法师大德啊, 到这个地方来讲经说法。 这个是第一大福报。 而且受益的人呢, 可能他的子孙呢, 世世代代都受益了。 他自己呢, 生生世世也受益了。 那市长这里也讲到, 我们要勤转法轮, 也可以一起发心来做。 现在透过媒体啊, 透过这个多媒体, 网路, 现在要勤转法轮, 也不是太难。 一个Zoom, 一个Zoom, 我就可以起作用了。 而且还可以无远佛界, 全世界各地的都可以来参加。 这个也是科技的好处了。 那市长这里还讲到说, 最好有一个无线电发射台, 无线电发射台。 这是94年讲的, 后来也实现了。 这里也体现了老人家他红法很活泼, 不实版, 都走在时代的尖端, 都走在时代的尖端, 都很现代化。 这个也是我们的学处。 第七呢, 请佛注视。 这个也很重要的。 师长点出来了, 有几个人听一部经就开悟了。 佛陀在世的时候有啊, 佛灭度之后没听说过了。 其实很多道理啊, 我们可以回到自己身上啊, 体会就深了。 我们现在是一天不听经啊, 烦恼就起伏了, 连伏不住了。 古人说三日不读书啊, 面目可真啊。 古人功夫还可以称三天啊, 我的功夫称不了三天。 所以, 这个一有空啊, 不念佛, 不听经, 不读经啊, 就打幻想啊。 这个熏习之力啊, 相当重要。 一定要熏啊。 而且啊, 天天不中断。 师长这里举到了, 古来祖师啊, 他一生不离开这个道场, 成就的人很多。 还给我们具体举了李秉兰老师的例子, 在台中三十八年, 从来没有啊, 在台中以外的地方住过, 哪怕去讲课啊, 当天就回来。 啊, 保守估计啊, 成就的学生往生做佛呢, 超过五百人了。 那成就相当的高。 那我们看到这个请佛注释的重要。 那回到我们当前呢, 弘法人才的培养重要。 他才能长期宣讲, 长期互念一方的大众。 我们现在听老法师讲经的人很多, 但是得力的不是太多。 所以这弘法人才啊, 要能够把师长的教诲, 自己落实, 然后自己有心得, 可以在一方啊, 互念大家, 去落实老法师的教诲, 他就变成教练一样了。 为教菩萨做阿舍离啊。 这个我们第四集也有提到, 长期相应无边诸行啊, 成熟菩萨无边善根。 他长期相应无边诸行, 他就能把无量寿经, 能把师长的教诲, 他自己去落实了。 他自然能够去 引导别人怎么落实老法师, 落实无量寿经的经教啊。 所以这个培养弘法人才 很重要, 甚至于是能够请自己啊, 师长曾经也开简, 曾德听过不止一次了, 请佛注释啊, 首先要请自己, 求人不如求己。 我自己好好落实了, 我就能互念 这么多, 这么有福报, 遇到师长教诲的人。 不然看到他们不得力啊, 自己也觉得 很担心, 那就不如啊, 自己好好来带头。 那甚至于是, 假如我们请不到 弘法的老师, 其实我们现在 可以请光碟啊, 就像我们现在 请不到老法师来讲, 我们一起来学习啊, 大家善有为一啊, 依重靠重啊, 用光碟来共修, 这效果啊, 也是会很好, 但不能间断, 一间断了, 效果就会往后退了, 我们常常都说这个小朋友, 五加二等于多少, 在学校五天嘛, 礼拜六礼拜天回去了, 五加二等于零, 不要说小朋友啦, 我们现在都不能看外面了, 那个曾经师长有讲, 办七天大学, 佛学讲座, 结果呢, 看一场电影就回去了, 那我们现在, 我们说, 贤富, 贤富等十六正式, 我们要护好自己, 护好跟我们有缘的同参道友啊, 该怎么做, 我们得要就事论事啊, 不勋啊, 会退的, 好, 所以我们, 这个下礼拜二是, 大年初二是吧, 我们下一次见面, 是不是大年初二, 报告法师是大年初一, 哦,大年初一是吧, 哦, 好, 那这个大年初一我们还是不停啊, 课不停, 但是呢, 你假如家里有法会可以开啊, 你就不要来了啊, 你赶快去广修购养啊, 平等平等啊, 因为学了就是要落实啊, 但是我们表一个法啊, 这个年初一也不停啊, 我们还是要保持熏悉啊, 好, 那这里也提到啊, 可以理请出家在家, 善知识, 有修有学, 现在要有正啊, 比较难, 而这个有修有学啊, 最重要是他的知见要正确, 不能偏, 他一定要守住, 老法师说的, 数而不作, 性而好顾, 好, 这里呢, 师长也提到了, 接下来是长随佛学, 代表啊, 我们学佛啊, 佛才是我们修学的标准, 才是我们修行的榜样, 而我们之所以 仰慕师长, 是老人家把佛法, 尤其大臣佛法, 华严经, 无量寿经的教, 他落实在生活工作, 处事在人结物, 给我们学习, 都是以佛为标准的, 没有降低标准, 那师长也说, 同修当中啊, 对我很尊敬, 很仰慕的, 要拜我做老师啊, 这是感情作用, 我们跟善知识学习啊, 不能用情子, 大家听这一段的时候, 是什么感觉啊, 假如有失望的感觉, 就是感情起作用啊, 你看师长说的, 你为什么不拜阿弥陀佛做老师呢, 做弥陀弟子啊, 藏随佛学啊, 我是以阿弥陀佛做老师, 你也以阿弥陀佛做老师, 我们是同学啊, 当然师长也是很谦虚啊, 但是师长指导我们, 以阿弥陀佛为老师, 那我们就要照做完, 时时, 无量寿经怎么教的, 我们就怎么落实, 在处世带人接物, 所以无量寿经啊, 就是阿弥陀佛, 每天展开经本, 读诵无量寿经, 就是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 阿弥陀佛的开示, 每一天读诵啊, 清静心, 真诚心, 恭敬心读诵, 天天都有悟处, 读一遍, 明白一些, 这个就是受用, 佛的意思懂啊, 懂了之后, 我就照做, 天天有悟处, 所以换句话说啊, 佛天天给我们开示, 你说我每天念这个经, 佛又没有看到, 你错了, 刚才跟你讲了, 你用真诚亲近恭敬心, 佛在这里加持, 佛光在照你, 不但阿弥陀佛加持你, 一切诸佛都加持你, 哪有不开悟的道理, 我们第四集说的, 生灌顶皆, 念一遍, 诸佛不是要给你灌顶一次, 哪有不开悟的道理, 天天有悟处啊, 所以你会发喜充满, 我们读到这里, 确实是可以发喜充满, 假如我们现在还没有很法喜充满, 那可能我们念的时候不够清净心, 真诚心, 恭敬心, 那我们安在善知识的教导, 善知识叫我们以阿弥陀佛为师, 我们就以阿弥陀佛为师, 陈德真的在听老法师讲经的时候啊, 师父开解的很具体啊, 赶快去做, 比方去学校教书了, 就可以聚足无量行愿, 行六度,愿普贤十愿, 把他用在自己教小朋友上面, 所以生活的很充实啊, 很愉快, 也没想说呢, 会去跟在老人家身边做事, 所以这个自然有安排, 自己落实到哪, 觉得我们面对的小孩, 一年不如一年了, 不是一代不如一代而已了, 自己看到这个现象了, 也不能做事不管, 所以好好去推展伦理道德因果教育, 但自己也缺, 所以先去补习了, 就到澳洲金东学院了, 去补习了, 后来也不是很, 缘分也很巧, 就接上去推广传统文化了, 就有这个机会可以清静老人家了, 所以不是感情作用, 是先想着怎么落实经教, 是先想着现在众生需要什么, 自然那个因缘就会接上来, 成德当时候呢, 就是看到映光祖师讲, 是有大儒才有高生, 这句话对我印象很深, 当然不是原话, 那个意理是这样, 那大臣佛一定要有儒家为基础, 虽然自己儒家没什么根基, 但是因为有这个认知, 所以会觉得推展儒家经典重要, 推展弟子规重要, 也不是我的智慧可以判断的, 这个弟子规都是老和尚, 强调的经典, 就是扎三根, 因为甚至都会看我们的根基, 来开法药, 长衣, 法药, 救疗三苦, 你看老和尚都把无量寿经给我们, 念出来了, 我们自己要会观察, 进而会效法, 我们在这里也随喜, 我们有同修也是, 一三五都读无量寿经, 这个特别难得, 看他们现在脸上都放光, 这是因为得到诸佛菩萨加持的效果, 再来恒顺众生, 这里提到众生的习气不相同, 根性不一样, 我们都要懂得恒顺, 师长在这一段提到了, 修普贤菩萨十大纲领, 完成无量寿经的总纲领, 无量寿经的总纲领是清净平等绝, 那这里师长有提到了, 这一部经是如来唯一真传, 诸佛真传的保障, 得来不容易, 我们确实是有很大很大的福报, 我们这一生当中才遇到, 这个无量寿经也告诉我们, 以成供样诸如来, 则能欢喜信此事, 而且这个唯一真传呢, 那也不是老人家这么说的, 善导大师, 这是阿弥陀佛再来, 善导大师说的, 诸佛所以心出事, 为说弥陀, 本愿海, 那为什么还讲其他的法门呢? 这个法门是最直接了当的, 他不能接受了, 那诸佛会善巧, 再给他讲其他的法门, 所以这里提到了, 果然能够听懂, 能依教奉行, 那就恭喜你, 你这一生就成佛了, 不再搞轮回, 不再做凡夫, 那我们遇到这一部经, 普贤行就整部经的纲领了, 所以众生要横顺, 也就是说在一切人事物, 在一切人事环境, 有情众生这些境界里面, 修自己的亲近心, 平等心, 这是会修的人, 一切人事环境, 物质环境, 修清净平等, 看不顺眼的, 慢慢练习, 看顺眼, 这叫修行, 有没有哪一个同修, 听了这一集, 然后练习, 本来看不顺眼的, 这几天练习, 怎么把它看顺眼, 哦, 有特别, 子嘉尼, 有请, 阿弥陀佛, 感恩法师, 师兄们好, 那弟子就, 先抛砖引玉, 正好看到, 这一段最后一句话, 刚才师父您讲的, 对众生要横顺, 那弟子就觉得, 师父说的特别对, 在刚开始您就说了, 哎呀, 我们现在大部分是在家的, 那么在家的呢, 首先呢, 就是家庭关系很重要, 可能距离远的人, 我们还能够看顺眼, 但是很多时候呢, 是常常对于, 我们自己身边的人, 这个坎就过不去, 然后就像师父您说的, 那对于弟子来讲呢, 就是自己的先生, 确实是, 好像就是对自己这么一个关口吧, 那么在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最近几年吧, 弟子又参加了我们这个, 协会的这个, 护法的这个工作, 觉得信量比以前扩大了, 那么对于, 比我们距离远的人, 弟子觉得, 好像能够做到, 无量寿卿中说的爱人如己, 但是对于自己的先生, 就是说回光返照, 把这个距离拉近, 来想到自己的家庭, 我就怎么觉得, 对他就没有这种, 爱人如己的感觉呢, 就很, 这种感觉就培养不起来, 然后, 后来呢, 哎呀, 弟子也是常常反省哈, 后来就是想没办法, 就下猛药吧, 然后就是, 呃, 法师以前也经常在开示中提到哈, 要我们想自己跟众生是一体, 所以一体的感觉呢, 自己, 弟子自己也是观想不好, 然后后来就想, 那如果, 有称赞如来哈, 这个礼尽诸佛嘛, 弟子就想, 那要不然就是把自己的先生, 想象成这个, 从理上是说的同的, 就是都跟我们一样是, 阿弥陀佛的这个本性哈, 都是自信是一样的, 然后弟子就想, 哎, 把他想象成这个, 阿弥陀佛, 或者把他想象成这个佛菩萨, 觉得呢有一点点像我, 然后弟子常常的操作就是, 呃, 比如说在先生没有下巴回来之前, 快下巴回来之前, 那么就观想, 哎, 观想我先生的这个, 头上好像有佛菩萨的光环哈, 光环笼罩着, 因为, 呃, 我先生呢平时就是, 呃, 不是那么, 就是不是那么心平气和吧, 然后常常会因为一些事情, 就是有一些, 情绪上巨大的反应哈, 那么弟子就是观想他面带笑容, 然后是这个头上佛菩萨的这个光环, 呃, 差不多就几天的时间嘛, 哎, 觉得真的不一样了, 因为每次我先生就是下班回家的时候吧, 弟子就会觉得家, 家里这个气氛就特别紧张, 平时的时候就感觉要下班, 然后就是哎呀, 要回来了, 我就很紧张, 就是好像已经落下印象了, 就怕他回家, 哎, 情绪不好啊, 然后我就冒犯到他呀什么的, 后来呢, 就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观想, 好像是真的是心念, 是因为我自己没有这种负面的印象了, 还是说这个起作用, 哎, 我就发现每次看到回家那开门的一瞬间, 我还觉得特别亲戚, 就觉得他面带笑容那个感觉, 然后确实久而久之啊, 就发现我先生的这个性格啊, 变得平和了, 然后呢, 就是嗯, 也喜欢面带笑容了, 这是, 但是呢, 也是确实是有翻车的时候啊, 就刚刚反正您提到说, 就最近这一周发生过一个事情, 您不是说撞到楼梯吗, 然后在这一周的时候, 弟子的先生也是大早上, 他在楼下喊, 他说哎呀快点下来, 我们还没起床, 然后他就说, 哎呀闯祸了, 我说发生什么了, 一看我们家的墙, 喷的全是那个墨水, 那个墨汁, 就是我女儿写那个书法呀, 那一屏幕, 全喷墙了, 然后那个墨汁撒了一地, 然后我先生就说闯祸了, 我说怎么样, 怎么回事, 他说, 但是他也是好心啊, 我们家那个佛堂, 他每天早上起来习惯拜佛, 退出来, 一下没退好, 撞到楼梯上了, 正好楼梯脚下有一个墨汁, 是我女儿方, 这墨汁瞧不瞧就翻到楼梯上, 然后这样撞到墙, 整个地上全是, 然后我说哎呀, 当时其实弟子听到, 我先生说他闯祸了吧, 还有点心, 非常高兴, 就觉得还不错啊, 真的知道自己承认错误了, 刚要表扬, 这个时候先生就说, 哎这是, 为什么要把那墨汁放在楼梯上, 这是谁弄的, 又开始埋怨, 哎呀, 然后当时弟子的心情, 一下有一种喜悦, 就逆转了, 就变到了一种落印象啊, 就一下就烦恼了, 就觉得哎呀, 怎么又这样了呢, 然后弟子就没说话啊, 然后我说那你就, 你早起来赶紧忙你的吧, 我就站在场, 然后先生一直就在那说, 哎怎么, 谁能把墨汁放那什么的, 然后真的, 当时这个弟子这个脾气, 就差一点没压度, 然后就跟我先生发生了几句口脚, 我先生就上班, 上班走了, 出门时候, 哎呀, 弟子就是在忏悔啊, 觉得这个就发生了这个, 像法师您说的第一个, 本来想称赞如来, 没成, 然后呢, 变成了忏悔业障, 这一百天, 弟子就在擦那个地上的, 那个墨汁, 然后看见墙上那个喷的墨, 当时心情就很不好, 就觉得这怎么呢, 是这个样子, 但是后来,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宵夜账, 一直在擦, 还擦了一上午之后, 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弟子心情就转变了, 突然觉得真的是自己不好, 不应该有这样的心念, 应该忏悔, 就一直在念佛号, 再后来呢, 我就发现, 哎呀, 这个心态变了, 就看, 你们当时弟子把地上擦的特别干的, 就几乎用了三个小时时间, 一直在擦, 那个墨怎么擦都擦不住, 但是那个墙是擦不掉了, 之前本来弟子看那个墙, 特别的烦躁, 但是后来突然心态变了, 觉得哎, 这也不错嘛, 看着也像一幅水墨破坏一样, 这个墙上买点也可以接受, 然后后来弟子又把家里重新擦了一遍, 甚至把先生的鞋都耍, 这是上午, 后来下午呢, 我觉得还真的是这个福利加持, 这可能因为一直就在忏悔嘛, 就觉得这个一切境界都是自己内心照的, 那为什么观想了正常事件, 到最后还是反扯了, 还是跟先生发生了一点点抠奖的, 让先生这么不高兴, 后来下午我先生就主动给我打电话聊了一会儿, 他没有提这个事, 但是我也没有提什么, 然后晚上回家的时候, 他呢就一进门一看见, 我把他的拖鞋都插了, 因为他三的全是墨纸, 他主动说哎呀, 说哎呀那个辛苦你了, 然后我确实听了也挺高兴的, 就是很少就是赞扬弟子, 然后就说辛苦你了, 然后说哎呀, 你太能干了, 这是我不好啊, 我应该猜悔自己, 哎呀我听了之后我都觉得差一点热泪盈眶, 因为再过去, 我觉得很少这么这样那个就夸赞自己吧, 而且是一股脑子说了好多就是好听的话, 然后确实是当时, 当然了那弟子也是也是踩毁了, 就是我早上不应该给你发脾气啊, 怎么怎么样的, 哎呀反正是通过那一天吧, 就觉得弟子的这个心情像过扇车一样, 这个心态啊, 就一切一切境界啊, 真的是违心照, 就同样一个事情, 就比如说同样的一个墙上那些黑点, 当时在我们家还有, 心情不好的时候就看了怎么都难受, 就怎么这么烦, 这么个难看, 但是心里好像哎呀无所谓, 就像一个水墨幻想挺天然, 也接受了, 然后比如看我先生真的是当时有脾气的人觉得, 哎呀就联想起了过去各种的这个负面的心情, 但是真的是忏悔之后啊, 就觉得一切好像失忆了一样, 把他一切的那些都都忘了, 他觉得他真的很好, 好, 又恢复那种那个, 我又可以很顺利的观想出他, 就是面带微笑啊, 头上放光的那种样子, 所以也是跟法师和师兄们分享一点, 就是真的是觉得, 就像法师常常教导我们的一切境界, 都是我们自己内心变现的, 那么我们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和想要什么样的人生, 其实全是在我们的这个自心的这个, 都是在, 都是我们自己可以做主的, 也都是是我们的心来引导的, 好, 感恩法师。 谢谢梓佳, 他跟我们分享, 让我们体会确实是一切法从心享生, 这个体会是很难得的, 再来, 这个, 以定会立, 降伏魔怨, 这个魔里面, 贪嗔痴慢, 这个是烦恼魔, 不能让他做主, 喜着过屋, 显明清白, 所以不能落, 另一半这些不好的印象, 都要把它去掉, 不能用分别执着, 我们要舍事要跟, 不能见人家的这些不好的相, 要见人家的性, 本性, 好, 这个也很真实, 何处是道场啊, 每天发生的事就是道场, 要不被静转, 就能转静, 我们, 心念一转好了, 对方也是, 就感受到了, 好, 好, 其实说实在, 人都有良心的了, 他发完牢骚之后, 也会有一点不好意思, 结果回来看, 你还擦得那么干净了, 你看, 人跟人就是互相影响的, 好, 那这个横顺啊, 这个顺字呢, 很重要, 我们看孝顺, 要顺父母, 假如这个孝顺父母的柔软性能够用在对一切众生, 那这个就是跟普贤形相应了, 所以我们心地要很柔软, 不能用道理去压人, 要横顺众生, 顺势而为, 还要调剂人情, 先要顾及到别人的感受, 甚至是要鲜美其长, 你要去提醒一个人, 也要顺着人心, 你先肯定, 待其欣喜, 因为人家干了老半天, 你还没肯定就先批评了, 不舒服是自然的, 所以要提醒人的时候, 要鲜美其长, 盖其心喜, 则善言易入, 所以这个横顺当中, 要了解人情事理, 我们假如不了解人情事理, 往往会觉得, 我都是好意, 怎么对方不接受, 这个时候还得返求出几, 可能我们对人性的体恤还不够, 最后呢, 普皆回向, 最主要的是心量, 普贤菩萨是心包太虚, 量周杀戒, 所以它是普, 能够藏水佛学, 横顺众生呢, 这个是贤, 所以最后三院呢, 也体现出菩萨的名号, 而且这个普贤回向当中, 师长有提到了, 普贤菩萨在华言经里面想, 我既往生彼国矣啊, 现前成就此大愿, 这句话很重要, 普贤十愿到什么时候才圆满啊,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哦, 所以, 普贤菩萨为什么发愿求生净土, 这个原因说出来了, 就是说明了, 到达西方极乐世界, 见到阿弥陀佛, 十大愿才圆满, 如果不到西方极乐世界, 在华藏世界修行, 他还感觉他这个愿没有得到圆满, 还有欠缺, 所以显示到达西方极乐世界, 原成佛道, 可见得西方净土是无比的殊胜, 连文书普贤都要求生, 所以有祖师说, 法华, 华言都是无量寿经的导引, 这个都是有出处的, 而且法言法华, 那个都要上登的, 才修得了的, 但极乐世界, 这个凡胜同居土, 只要肯修的, 万修都可以万人去, 不难的, 那师长这一段话呢, 也让我们想到, 他老人家是学华言的, 最后呢, 有一天想着, 他最佩服的文殊菩萨, 普贤菩萨是学什么的, 后来一思维, 都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 所以师长有提到, 什么叫师承呢? 就是老师曾经走过的弯路, 绝不让后面的学生走, 这叫师承呢? 这句话很重要, 不然呢, 我们这个修学又有执着, 老师以前学过什么, 我也要跟着学, 那就一种执着, 所以师长说, 师承就是那绕那一个弯, 不要让学生再绕了, 直接了当, 都是希望我们学生能够超过他, 所以每一次讲的都是和盘托出的, 所以普贤菩萨说, 普愿沉溺诸众生, 树枉无量光佛差, 好, 这一段, 师长也提到, 很可能跟释迦牟尼佛一起来的, 这些大菩萨, 大阿罗汉, 都是西方极乐世界菩萨再来的, 因为第三十六愿, 除其本愿为众生雇, 披红四凯, 教化一切有钱, 揭发信心, 修菩提恨, 行普贤道, 虽身他方世界, 永驴恶趣, 或要说法, 或要听法, 或献神主, 随意修习, 无不圆满, 所以很可能, 这一次跟释迦牟尼佛来的, 都是清净还会众菩萨来配合的, 为谁配合啊? 为自己配合的, 这个千佛来拥戴, 这么多佛菩萨来, 我们不能糟蹋。 好, 那后面, 进入另外一句经文, 剧足无量行愿, 安住一切, 功德法中。 这里, 师长也说了, 说到六度, 这六条, 大家都相当熟悉, 但是他的精益, 知道的人不多, 所以每个人会念不会修, 这很可惜, 一定要懂得他的精益, 知道怎么个修法, 所以修法, 是把它变成我们自己日常的生活, 所以这里又提到了, 你在家里, 为一家人服务, 在家就是行菩萨套了, 那就是菩萨太太, 菩萨妈妈妈, 菩萨女儿, 都是行菩萨道, 你假如布施啊, 里面带着烦恼, 那你将来的果报啊, 就不自在了, 这里师长说了, 天天时时刻刻啊, 在在处处, 都在修布施, 都在修供养, 可惜啊, 你没有这个观念, 你在那里造业, 那这样多可惜啊, 念头一转, 那个业就变成布施供养, 就变成菩萨业, 所以六道凡夫业一转变, 就成了菩萨业了, 敬业, 所以学佛要汇转, 这句很重要的, 转境界, 没有转工作, 没有转事项, 不是转外在的这些人事环境, 物质环境, 是把念头转了, 那你就非常快乐了, 而且我们是效法普贤型, 无有疲艳, 为什么, 因为法喜充满, 就不会疲艳了, 这个是讲布施, 所以诸位细心去体会这个意思, 然后天天都在做, 我们要转凡成圣, 我们要转凡成圣, 什么时候转? right now, 所以从前我们是凡夫, 感觉到我的辛苦, 都是为了别人, 别人还不领情, 做得怨声载道, 心里不平, 念头一转, 心平了, 快乐了, 心里一快乐, 就健康, 就长寿, 所以把这个观念转过来, 这个是从布施, 当然延伸到其他的六度, 都还是很重要, 实践, 做事有一定的程序, 有一定的方法要遵守, 比方说我们从地址规里面, 选了七个即使, 那个都是做事的方法, 我们没有照着做, 很可能就失礼了, 或者领导啊, 同事觉得不被尊重了, 这个就会失人和了, 这个七个即使, 再请有的同修帮我们发到群里面去, 这个都是做事的方法, 我们佛弟子啊, 在世间跟人相处做事情, 可不能让人家觉得, 我们做事犯的错, 人家世间人都不会犯, 反而我们在犯, 我们都犯低级错误, 学佛, 佛是诀啊, 应该我们做事会做得比人家好, 所以, 一定要守规矩啊, 不然人家说这个学佛的人, 反而犯的错, 都很夸张, 那这样就让人家不爱要佛法了, 所以还是要持戒, 要守法, 再来忍辱, 大事情要有大的忍耐, 小事要有小的忍耐, 不然事就做不成了, 这里还提到, 要知道机缘, 什么时候成熟, 不要超知过疾, 这个是忍辱, 接着呢, 能忍辱啊, 心慢慢定下来, 才能精静禅定, 然后定到一定程度啊, 可以开下般若智慧, 那这个定呢, 是三昧, 是正常的享受, 那这个六度在哪里呢, 跟大家举个例子, 比方说开车, 是不是六度, 开车的时候内财不失啊, 服务人家, 第二, 开得很稳啊, 不然坐在车的人都被你吓坏了, 我曾经遇过有人开车, 坐在车上的人, 铁定要有人吐, 为什么呢, 他那个踩煞车啊, 踩得太猛了, 所以很多人, 比较容易晕车的人, 遇到他了就没车了, 所以开车的时候是三种布施都有, 你开的时候, 这个是个好榜样, 就发布施了, 第二, 持戒, 你开车的时候守规矩, 是持戒啊, 第三, 开车遇到塞车的时候呢, 脾气都很好, 这叫忍辱啊, 遇到人家抄你车的, 你也不会不高兴, 像我父亲, 他的一句话我一生都不会忘, 他看别人抄他的车, 快也没快那五分钟, 这是忍辱啊, 越开技术越好, 就精进啊, 那开的时候很安定, 心都不会散乱, 禅定啊, 开车都明明白白知道在修行, 这个就是有智慧了, 所以开车是六度啊, 到厨房去煮一餐饭也是六度啊, 布施啊, 再来煮饭也要有章法, 不然你煮完饭之后呢, 那个厨房像打过仗一样, 这一点要问蔡大厨, 我有观察过, 他这个煮完都说得挺好的, 难怪说这个厨房管得好呢, 可以当将军啊, 还是有道理的啊, 你看煮的时候忍辱啊, 那有时候里面又热啊, 又有烟啊, 是吧, 要耐得下性子, 忍辱, 越煮越好, 精进, 这个越煮越好, 这个有机会再请我们董老师分享, 他全家被他的厨艺慢慢摄瘦了, 慢慢吃素了, 这个精进啊, 你煮的时候都很定啊, 边煮边念佛啊, 心也不散乱, 也不会胡思乱想, 所以这个六度, 在开车的时候是六度, 在煮饭的时候也是六度, 甚至于你在跟孩子讲话的时候都是六度, 所以都没有离开, 所以师长这里说的, 把这个六条纲领, 应用在生活上, 应用在家庭事业上, 这是活的东西啊, 不是死的, 佛经如果学的没有用处啊, 谁学他, 他的好处就是学了马上就管用, 用上了立刻就得效果, 真的是快速, 马上就见效, 那我们自己也要展现出来啊, 好, 那后面,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 师长这里讲, 一切功德法就是这一部无量寿经, 我们去落实啊, 就是安住一切功德法中, 具足无量行愿的, 这个是性德, 那安住一切功德法, 我们好好去落实, 去修啊, 这些性德都能够显, 其实不止这一部经啊, 是一切功德法, 这一句名号啊, 就是一切功德法, 六字统设万法, 而且呢, 念这一句佛万, 就是无量光, 无量寿, 就是念整个法界了, 一点都没有漏掉, 这就是佛号的殊胜, 接下来, 由不实方行权方便, 入佛法障就近彼岸, 那这个由不实方就是好好地去推广, 这个我没有逼大家, 因为无量寿经说, 寿此广度生死流, 佛说此人真善有, 我们假如希望被阿弥陀佛点赞的话, 那现在就要由不实方, 就是好好地去推广, 而且要行权方便, 要用善巧方便, 这里提到了, 他现在不能接受, 不妨用其他的法门来诱导他, 那最后回过头来, 就入这个法门了, 都要有善巧方便, 不能强人所难, 而且我们要记住, 笔记学记讲的, 导而扶迁, 引导, 不是硬拉人家, 强而扶义, 强是鼓励, 不要去否定他, 开额福打, 启发他, 不是硬灌输给人家, 这些都是善巧方便, 那入佛法障, 就是入一层大法, 那这个无量寿经就是一层大法, 那他能入了, 他就能就近彼岸了, 所以师长这里说, 发菩利心一向专念, 是这个法门的修持方法, 而且我们真的用真诚心, 亲近心, 平等心, 慈悲心, 来去修亲近平等诀, 那这一句阿弥陀佛就相应了, 所以一念相应一念佛, 念念相应念佛, 这么念佛, 欧毅大师说的, 善根福德, 顿同诸佛了, 那这个是最不可思议的地方了, 我们真的这么念了, 那善根福德, 当下就跟佛, 没有两样了, 好, 所以这里也, 师长也提醒我们, 平常念这一句阿弥陀佛, 念得很多, 为什么不相应, 为什么功夫不得力, 我们修学总要把原因找出来, 一切都不离因果, 我们不能结果不是很好, 然后就心情不好了, 或者就退缩了, 或者是打迷糊仗了, 这样都不妥当, 修行人要很真实的, 面对境界, 去把原因找到, 为什么功夫不得力, 我们的心不真诚, 不清静, 不平等, 不慈悲, 我们把六度十月, 通通都忘掉了, 所以虽然念了, 念得不相应, 念得不得力, 今天我们都搞清楚, 搞明白了, 把从前不相应的那些毛病, 通通改过来, 那从今而后啊, 我们的念佛就是一念相应一念佛, 念念相应念佛, 一定得到快乐, 得到幸福, 得到美满, 得到深意柔软, 所有疾苦啊, 莫不休止, 一切忧恼莫不泄托, 一念, 这是佛光铸造, 称明即是欲光时, 珍重此时莫空过, 所以这一点出来, 我们要把不相应的那些毛病, 统统把它改过来, 好, 那这一段, 我们接下来七天呢, 在这里用功夫, 看看这些毛病, 因为它本来就没有, 不觉本无, 我们可能把它放下来, 会很快的感觉到啊, 这个念佛确实相应, 不一样的, 好, 那我们再到时候再, 下个礼拜再请, 诸位忍者来分享, 念着相应的感受, 时间差不多了, 那个, 第四集啊, 愿于无量世界, 成等正觉, 舍兜帅降王公, 气味出家, 苦行学道, 作诗是现, 顺是坚固, 这个是谈道啊, 八项成道了, 那一开始也是展现了, 这个, 这些菩萨都是普贤行, 都可以啊, 三十二应身来度众生, 是举啊, 以佛身为一个例子, 好, 因为我念了一下, 就代表我们进入第四集了, 下一次不好意思, 我的速度再快一点, 再快一点, 这样, 不会落下太多, 好, 这个时间我们有一点太晚了, 今天跟大家先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就是大家应该一次的平台, 并且是我们, 我们下期见,